好吧,我们是紧接着上一节课来讲啊,上一节课突然间我们这个停电了,然后这个手机也没有电,想通知大家都不行,整个城市全部没有电了啊,非常的夸张 OK,so we shall begin right now,OK,好,我们接着上一会讲的这个内容啊,所以这一次你们很爽的就是没有问问题这个环节,对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可以爬到麦上来,这个跟老师互动完成,后面还有将近两个月的课程吧,其实还不到,对,声音怎么会这么小是吧 哦,怪不得了,这个音量没有调好,现在可以了吧,现在还小吗,哦,再试一试这个 哦,麦克风没有 加强是怎么回事,突然间什么都没了,好吧 好,现在就可以了,是吧,现在OK了吗,好,应该是很大的了 好,我们继续啊,这里面有一个生词,这个单词,Hurt 呃,Devon你认识这个单词吗,Hurt 疼痛是,疼痛的意思,这原词你还知道其他含义吗 啊,不知道我只差一个疼痛 哦,就是说,这个就是说,Have you hurt yourself,意思指的是,你有没有伤到自己,所以你可能第一个意思指的是,伤,其实你说疼痛,其实它有这种含义,第一个呢,说是一个比较伤害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句子,Have you hurt yourself,你有没有伤到自己啊,其实这个地方呢,hurt就是比较伤害的意思,伤害到你自己,就是说,hurt oneself ok,you will get hurt,也是同样一个句型,给大家讲解一下,你不要那样做哈,don't do that,you,or,you will get hurt 持住,这个句型中的使用了一个小词读叫get down,在英文中,我们可以使用get down的被动 就get down,比如说,get finished,完成它,get punished,被惩罚,get fine,被罚款,所以会使用单词get,叫做这样的形式,get killed,被杀了,对 对,用的三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注意,单词hurt,它的过去是,过去分词,以及,对,过去说过去分词,都是它自己,所以你看的是,一般的是hurt,过去是hurt,而过去分词也是hurt,听懂了吗? 好,问一下大家,你们这个左边美国都看了吗?第一讲,你们应该去看一下,说实话,呃,内容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适合大家现在的水平,你们现在的水平就适合学习那个难度的,知道吧,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抽空啊,和我看一下,第一讲的内容其实也很丰富的,大概我们会讲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你干嘛不看一下呢,把它帮助去一个公开课去看也好,对不对? 啊,你不是有看我的公开课,公开课就让你看的,公开课的视频你们是拿不到的,对不对? 哦,那个的话,呃,马上就要下架了,看不到的,好,我们继续来,hurt, hurt, and hurt,所以我们说get hurt, and hurt somebody,来我们看一下,伤害某人的话就是说hurt somebody,来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hurt somebody, right? 来,就是表示伤害某人,所以原文中使了一个反生代词,hurt oneself,但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可以这样,hurt yourself,就是这个t呢,跟这个you're,可以产生一种同化现象,我们把它读成hurt yourself,再听一下,have you hurt yourself, have you hurt yourself,来我们让这个devil来朗读一下试一试好不好,来 have you hurt yourself,ok啊,have you hurt yourself,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他选的是一般现在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一个一般现在时,说明什么呢,说明原因很简单就是,问现在的一个影响的问题,你现在疼不疼呢,这个意思,所以大家选一个是现完,你问对方你有没有伤害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都会使用现完,因为你想知道一个结果,现完是有一个结果的,对吧,一个现在的结果的,对吧,一个现在的结果,对吧, 所以你要使用现完,问对方有没有怎么怎么样,你比如说have you finished your work,你工作做完了吗,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你做完你的家,你做业了吗,你看你都会使用这种have you done something,这个句型,第二个,我记得有的时候会说,你真的是伤了我的心啊,我们该怎么说啊,同学们,你真的是伤了我的心啊, I get hurt,我受伤了,但是你说,我真的,你真的伤了我的心,大家要怎么说吗,嗯,你知道吗,快一点嘛,我们社区现在在干嘛啊,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出现啊, 是变懒惰了吗,这个短语呢,其实有的同学可能会使用这么一个句型出来,他说,hurt my heart,来了这么一个句型出来,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同学能够说出这个句子出来吗,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的知识储备中啊,他没有,所以他造了这么一个词出来,但这个词在因为中啊,根本就不存在, 至少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单词,如果你要说伤了某人的心,我们可以使用这么一个非常定道的词语叫,you broke my heart,好,我们给大家写一下这个句型,这个句子非常的酷,一定要学会,叫break one's heart,OK,来看一下这个词组, 我们使用单词break这个词,break one's heart,是吧,这个词我觉得还行吧,难度不是特别的大,注意一下单词break的一个用法就可以了,break是表示伤,打破的意思,把你们的心都给弄,弄得这个,破碎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break one's heart,伤害某人的心的意思,然后有的时候呢,那可是一段,令人心痛的经历, 你就是说可以说,that was,怎么样,heartbroken,也就是说这个单词的意思呢,写用词,heartbroken,experience,对,但因为这我们所说的经历这个单词,叫做experience,其实当我们表示经历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可数的,大家还记得这个讲法吗,still remember,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有没有讲过,that was a heartbroken experience, 那可是一次令人心痛的经历啊,对吧,that was very just,就是什么呢,frustrated,frustrating,令人沮丧,heartbroken,令人心痛的,令人心都碎了,心碎的这样一个经历,对吧,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三次的,写用词形式,动词形式,break one's heart,写用词形式,heartbroken,heartbroken, 在上一次公开课里面给大家讲的一个词,非常的酷啊,别忘心里去,来devil,上一课是不是只有devil一个同学去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去呢,你们不知道那个课程其实以前是做收费的,还是很贵的课程的,一节课没有60块钱,你根本不可能上到的,但是我们在公开课中都是免费给大家上的,可是你们都在,好吧,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其实,you should be there,你应该在那里,真的, 好吧,那你如果不来的话,以后想上个背景上,背景有课上,背景有课上,好,我们继续吧,我们当时讲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啊,也是,啊,能写出来吧,你讲出来的词都不知道,我听懂了,但是其他朋友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don't怎么样,take it to,你看你写错了是吧,写错了是吧,好, 这个一方呢,上一个我特别强调了一下,这个,这个句子关于that's a heart,我觉得非常不错,希望大家记住,就是别忘心里去的意思,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never mind,不要介意,这意思也很接近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别人说,do not,或者don't,好吧,我们用don't好了,take it to heart,今天你顺真学会这么一个非常介绍的端语,don't take it to heart, don't take it to your heart,这个地方加个your也可以,don't take it to heart,意思指的是,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都是小事情啊,不要放在心上,好吧,注意一下,意思跟never mind,意思很接近,这个词主我希望大家瞬间把它给记住,这两个词主很酷啊,最近我,今天我跟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啊,快点发现一个秘密, 以前我们总是啊,今天跟大家公布一下啊,一个secret,make it open to public,哇,我们给大家公布一试,什么意思呢,这需要被一个小时的don't take it to heart,这瞬间就学会了都,好,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你听不懂,一直以来呢,包括一早时之前都认为是因为单词不认识,或者是单词,原因是很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列举了六大原因,中间有一种是,单词不认识,或者是单词的这个读音读错, 其实我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当语速很快的时候,这个单词就算我认识,就算那个啊,就算那个这个单词读音也是准的,但是我还是听不出来,原因,一个不是因为完,不是因为语音现象这个,我想的这个不是那个意思,连读那个必须具备的啊,我先讲的是什么,这个句子中,他用的这个短语啊,你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说你的知识储备中啊,虽然有一个单词,但是你没有那个短语,你也是听不懂的, 你的你的匹配是非常慢的,但是当然,当当你自己的脑海中啊,知识储备中,有这样一个短语或句式,或者是一个句子的时候,完全相同的时候,你的反应啊,肯定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单独听一个单词,啊,carpet,哎,你听懂了,carpet啊,这表示啊,地毯的意思,那下一次你变成什么,你变成一个,啊,这个cleaned carpet,但是你从来不知道cleaned carpet在一起, 那你就听不懂这个词组了,所以我跟大家在,我现在觉得这一个,是我总结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短语和句子,一样一种整体记忆法,才是真正解决,咱们哑巴英文,是吧,需要我们拓垮出地道英文的唯一途径, 最起碼呢,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面临着这样一个整体记忆的这个结果,好吧,你们给他提个好心的名字吧,以后,等到Ace是需要包装的时候,那就可以出来了,是吧,目前的话,所有的这些理念呢,呃,理念啊,这些理论啊,都没有去进行包装,其实要特别搞个好的名字,那就,选得很,选得很,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甚至有一种,就是高大上,是吧,瞬间就不一样,是吧,好,好了,那你们都是, 第一批了,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方向一定要准确啊,方向一定要准确,你要想脱垮出,就要去积累大量地道的短语句子和句式,如果你背单词,真的改变不了,好了,那我们继续这个合作课文中来,单词hurt这个用法呢,还没有讲完,它还有一个意思呢,指的是,你比如说,it hurt, 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才会用呢,就相当于啊,你可能你碰了一个东西了,哎呦,把你给弄疼了,就是说,it hurts,哎,这个,这个,把我弄疼了,这意思,哎,就是,哎,你穿了,买了一个新鞋,新鞋有的是,你穿了,它也是会疼的,所以它会把你的脚弄疼,这个说明也要说,it hurts,你不要说,it hurts,什么,什么,什么,不要说,直接说,it hurts, 这很痛,这个意思,把这个单词就可以了,hurt,这样呢,这个hurt所造成的那个单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疼痛的意思,大家知道这个单词吗,叫,你们认识的吧,啊,叫pain,这单词就是比较名字疼痛,啊,这一位观众有个小的组合词,也挺有意思,大家认识这单词吗,叫pankiller,pankiller,认识吗, 开测一下,也知道了,啊,pankiller,你看,单词pain是疼痛,啊,killer,是什么意思啊,哇,the devil这字写的也太扭插了吧,好,它就是止疼,止痛药,止痛药的意思,好,这个意思呢,我觉得,很形象,希望大家呢,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短语记者, 你就不用去记什么单词pain了,你记住单词pankiller的,直接就记住了单词pain,对吧,好,我们制住这个组合词,其实相当于一个小端语了,就pankiller,还有单词就是pain的一个形容词,顺境也要学习一下,形容词的话很简单,加一个单词,ful, mean,形容词后缀,就叫painful,疼痛的,painful,这个词呢,了解一下,但是不多要求,好,这是我们的have you hurt yourself,在口语中,hurt是频率最高的一个表示伤害,因为你以后还会 相关的单词,比如说woon,它一般是战争中所受的伤,你比如说这个单词啊,你比如说事故中所受的伤,叫anjure,叫anjure,然后呢,这个战争中,这个产生的这种创伤,我们就说woon,这几个单词的使用范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单词,anjure是by accident,是由于事故,woon,一般是战争所产生的这种伤害,这种受的伤,叫做woon,伤口, 但是hurt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呢,平均是使用最高的了,好吧,好,这是第一张TPT吧,只要注意一下这个hurt yourself,一个童话的连读现象,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其他的比较简单,注意对单词hurt的一个拓展,以及相关的短语,如果你想blood out,there's no other choice,没有想到更好的选择了,no other better choice,好,下面时间我们这里,那个level和stephan, 如果你们都不愿意旁卖的话的话,最后我们会发现devil和stephan的获得的机会是更多的,ok,let's begin,来,devil have you hurt yourself? yes,I have ok,然后换个角色 have you hurt yourself? yes,yes,I have ok,good have you hurt yourself? 这个单词hurt yourself 是很连读 我记得以前,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所谓的同化现象,这个句子我们要不要读一下,I need your help 你看,我们组织是I need your help,并没有做I need your help,不是说不可以,也可以的,如果你想强调一下you are,也可以的,I need your help,也是可以这样讲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说I need your help,也是平均很高的一个表述方法,好,这个地方呢,想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讲点课的,所以我们可单时间会结束的比较多,比较,比较少,然后看这个字组有没有生词,基本上没有生词, 没有生词,下面时间我们直接交给,呃,两位同学吧,来,首先从stephan开始,然后这个double,我们来开始 I think that I have hurt my back You can try and stand up 好,这个地方读的时候呢,你看啊,back应该有扣得更多的中读 I think that I have hurt my back 你是这么许读的,那stephan在这里昨天 I think,I think,I think that I have hurt my back 我跟大家讲过N字了,如果你在口语中经常喜欢说I have 上一课,公开课讲的,如果你经常这么读,这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外国人他不是这么读的 这个助动词啊,他本身就不是很重要,所以在口语中,我们经常会使用缩略的形式 我们都说I have,很多台课不习惯,比如说I will,他都会说I will 其实是I'll,I'll,他不会,所以你会,他翻译他的口语和听力跟别人都不一样 你知不知道要把它产生缩略的读法,所以I've hurt,I've hurt my back 对不对,I've hurt my back,这么读,那单词back或者更多的中读 这里这个单词back是一个名词,it's a noun 它意思指的是后背的意思,背部的意思,叫back 比如说你背同bancake,叫a-c-h-e,对吧? 好,我觉得呢,这个单词think就是觉得意思,我觉得我背受伤了,我可能伤到我的背了 好,然后这个 这可以吧,你要是屁股的话,应该知道那个单词了吧 屁股是那个单词 嗯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屁股一般我们以前讲的比较口语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单词as 这个单词,对,意思很多,像这种词意思都很多 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说you asshole,听到没有 you asshole,我们在骂人的时候会经常说asshole 你自己猜猜猜一下asshole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不好听的 好听的东西,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you asshole 没听过这个句子吗?频率非常高 骂人的时候用 骂人的时候用 骂人的时候用,就是像一个蠢蛋,那个死笨猪的感觉 you asshole,这么一个意思 每句种频率很高的,是一个骂人的话 一般的话 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就一个地方稍微注意到三次back的一个名字的含义就可以了 好吧 就你觉得快是吧 好吧 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句子 try and stand up 所以这个单词try and 这个and就是读不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读try and stand up 你读try and stand up 就是可以的 有时候这个and你读成an 或者直接读成suri的读suri的读 读成n这个翻译 try and try and try and stand up try and stand up try and stand up 这样也读读 其实是一样的 跟你读try and stand up 因为差别也很大 因为它的语速是比较快的 所以try and stand up 你可能听得更多 try and stand up try and stand up try and stand up 如果你想听得也ok 好吧 其实这个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句子呢 可以稍微变一下 诶 你试着 诶 你试着 你可以说 怎么样呢 try 试着爬起来 努力的爬 这个站起来 我们可以说try 什么 try to do 比如说try to stand up try to stand up 你努力的 这个站起来 好吧 其实意思也很接近 try to do something 表示试图去做一件事情 试图去做一件事情 try to stand up 好 他使用一个 两个并领词组吧 stand up 他就是站起来的意思 不过这个词组 我曾经讲过一个句型 还记得吗 he stood me up 还记得吗 这是他什么意思 嗯 他就不知道 放我桌子 对好 现在我们就给那个 国华你知道 有一个东西叫做出租车等候处吗 咱们出租车等候处那个 先生总 你知道怎么说吗 啊 好吧 他帽子没有反应 来 上来stephan告诉老师 taxi stand 或者是taxi taxi rank 对 我们说taxi stand 或者taxi rank 就是taxi stand taxi rank 就是出租车等候处的意思 所以就要注意这个 词组吧 这个这个小小短语应该要学会的 其他没有什么地方要讲的 stand up 对一下我突然两个单子的含义 这个了解下去行了 其他的都很简单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章 好 再补充一下 这个地方在读的时候 这个that 要跟后面的保持一致 你跟后面的连在一起 你不要跟前面 你不说I think that 这种 我在美剧中也见过 如果有人想着停顿的时候也会有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I think that I've hurt my back 这种平均是更高的 听懂了吗 这个平均是更高的 好 那你试着看能不能站得起来 好不好 好 这个句子好极简单 我们直接叫给国华和Devil同学来开始 诶这是一个人呢 那国华一个人搞定他吧 来这样 Let me help you 好 首先这里面读的时候 这个单词读的不对 这个单词 你可能觉得这个单词超级的简单 但是真的 始终都没有读对 但是就是help 这边有个l的方语 看到没有 l help 你读出来没有 你没有那个变化 help help 你读意思我今天 help 对 Let me help you 再来一次 let me help you let me help you 好 我们看一下 can you stand up 注意这个没有什么要讲的 注意这个地方里面读就行了 can you stand up 你能站起来吗 我觉得 没有任何支点 here let me help you ok 那我来帮帮你吧 注意 let me 在英文中这个t读不出来 所以你听到是let me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吧 像 Stefan告诉老师吧 把那个b给我 把那个给我 把那个给我 怎么说呢 把那个给我就行了 比如说把那个锤子呢给我的 你就只要跟我说 把那个给我怎么说 give me that 这个地方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就是说 give me that 也就是说你这个give的读不出来会变成gimme gimme that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do it 让我来做吧 比如说你看 let me do it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有去无回 but let me do it ok let me do it 你这个t读不出来的意思 我这个意思知道吗 let me do it 好gimme that gimme that 也是一样这是一种速度的现象 放在一起 希望大家系在一起 虽然let me实际上是 实际是失去爆破 感觉这种现象 好吧 这个应该很容易做到 let me help you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devil 如果我想说let me 在后面再加一个词组 不说help you 也可以表示帮助 用哪些词组呢 这些卡一个人 有人知道了吗 啊 其实我们可以教stefan展示一下 是要我反正他吗 对啊 你就说let me 怎么怎么样 let me keep your hand let me give you a hand 可以啊 let me do you a favor 其实一般形象我们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说let me give you let me give you a hand 可以这么说啊 let me give you a hand 可以 就是但是在口语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种整个方式更常见 这种整个方式更常见 let me help you 它更简单 那包括以前说的这个do somebody a favor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不会说 let me do you a favor 我们一般会说 can you do me a favor 一般是这样的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问句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两个表的方式 然后在一场的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说 can you help me can I help you 这种都是 对缩存在的 然后呢 let me help you 它是其实这种组合 我觉得这种结合会最好 就是说你不要在后面 把help 改成写到的表的方式 虽然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是最完美的组合 第二就是 小语写的这个词组了 let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你发现很怪 let me do do it 你能看得出来 let somebody 后面加动词圆形 这个地方呢 不要再加tool了 有些人后面加tool 就是不需要 你不要说let me to do something 这个tool 它 it doesn't exist 根本不存在 听懂了吗 这个tool不存在 第二呢 好像说它不理解的是 let 和let us 的区别 那有的同学经常会看到 let's go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let us go shopping 哎 你应该在这意思 瞬间就晕掉了 是吧 不是瞬间学会 这个区别到在哪里呢 有的时候 let us go 其实你可能见到 更多的是let's go 如果是let us 一般意思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相当于是指 说话人家讲这个句话的时候呢 只强调了自己会去 对方会不会去呢 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 它的反应文句使用的是什么 will you will you 哎 就是很多朋友会考试 特别是中学吧 有的时候会考这个 反应文句 如果你使用let us 它后面就使用will you 为什么呢 然后呢你使用let us go 它使用什么呢 shall we shall we 还这么用 shall we 这个区别在哪里 区别又在于说话 到底有没有 包括对方 当我们使用let us 的时候 并没有包括对方 所以我们问will you 那你去不去啊 我是去的 let us go 傻平 我去过问你去不去 其实这个意思 如果说let us go 其实指的是 让我们都去了 所以说话人是 实际上是 已经包括了对方 当然有的时候 它也会用反应文句 但是反应文句什么呢 或者是shall we 因为是连者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东西 基本上 仅限于应识中 因为在口语中 你基本上都是let's go let's let's do it 就是let's 但不会说let us 因为一般是共同的 所以 我觉得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应识吧 如果你遇到这种反应文句的话 最起码要知道是吧 不一样呢 这个 因为一个人包图对方 一个人没有包图对方 最起码在说话人看来 他当时的反应 当时的思考是这样子的 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好 let me help you 这个没什么要讲的 give a helping hand 还记得吗 伸出援助之手 比如说 give a helping hand 对吧 其他的太简单了 咱们继续吧 大家看这个句子有没有生词 没有任何生词 好 现在这样我们直接交给这个devil 来 I'm sorry I'm afraid that I can't get up 好 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一个词组 就是说这个词get up 一直以来很多学生都以为get up 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上次我们让大家说回读句子吧 待会还记得吗 我起床起得很早 就是为了赶赶上第一班车 来把这个句子重复一下 好吧 I got up early in order to catch the first bus 对 我们大家讲in order to的时候补充的这个词组 I get up 其实应该使用的是过去 I got up early in order to catch the first bus 应该是这么讲的 好 注意一下 就是说get up 我们最原始的意思呢 就是指起床 但是实际上get up的意思 还可以表示起来的意思 因为up是向上 get up 向上的意思 站起来的意思 所以 这个地方它是意思等于stand up 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其实主要意思是一样的 stand up 听懂了吧 stand up 好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I'm afraid 这个词词 我们以前讲这个句子 在语法中把它当作是一个病与重句 I'm afraid 怎么样 好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afraid这个单词 虽然我们之前可能都认识这个单词了 但是我们还讲过它的一个 我很害怕 大家信这个单词是什么吗 我很害怕 小女孩经常会说 她不会说I'm afraid 她说的是 怎么样 有人知道了吗 我在等你们 好吧 居然没有人告诉我 说你自己很害怕的意思 你可以说 I am 好吧 居然没有人知道 scared 对 没事要写出来 I'm scared 这才是表示啊 你自己害怕 你会发现 每个人在说自己很害怕的时候 他都并没有说 I am afraid 也并不会说 I am terrified 这词 这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你会发现害怕的时候 他都会使用 I'm scared 我很害怕的意思 每句中的频率非常的高 一般都是 小女孩 遇到一个突发状况 跟她的妈妈说 I'm scared 然后她的妈妈说 I'm scared too 其实我也很害怕 好吧 因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场景 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I'm scared 好吧 好 这个简单的表述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吧 第二个我们再注意一下 Be afraid of something 害怕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怎么说呢 Be afraid of Be afraid of something 注意哦 这是你对什么什么很害怕 你说I'm afraid of 比如说我非常害怕去上学 I'm afraid of going to school 我不喜欢上学 我害怕上学 I'm afraid of walking on the road 我很害怕步行走路 或是walking to school 步行去学校 就是你害怕这些事情 你可以说Be afraid of Be afraid of Be afraid of 第一个单词 Be afraid of 第二个我们看 左边那个词组 左边那个词组 上一课给补充一下 很抱歉打扰你 这么说 还有上一课我说的 为之前带来的不便 表示抱歉 对吧 something加个dun也可以 我们当时讲过一些句型 给大家再讲一次好吧 比如说一早日在群里面写的是 sorry 怎么样 for 看来有没有能知道 之后的单词了 这是我们的不便 怎么说 for the 看有没有能写出来的 快点 没有能写的吗 不便的意思 I'm sorry for the 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I am sorry 对 我们说 I'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你们真的有可能看到我写的英文了吗 还是你们都忘掉了 你们准备买苹果六了吗 你们存好钱了吗 苹果六的话 是不是可以抱两个一法师的班 好吧 I'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为这个之前的不便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这个表示抱歉 这个意思 好 第二个我们也说 我很抱歉打扰你 这个句子也非常惨劲 I'm 想说 I'm terribly 一加个字组 I'm terribly sorry 下次你要说你非常抱歉 你说 I'm terribly sorry for 或者是干嘛 to bother you 注意一下 这个bother 也可以改成 to打扰的意思 interrupt 或者是disturb 好 这个方式都是ok的 就是说 你可以说 I'm terribly sorry to bother you 非常抱歉打扰你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I'm sorry to disturb you 哪个单字写错了 Inconvenience写错了是吧 对 我要说一个i 好吧 加一个i Inconvenience 你 写 对不对 我没写错吧 我这 Inconven 诶 是ve 对 这个字果然写错了 再写一遍 好 Inconvenience 你 是这样写的 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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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写错 对吧 Inconvenience 前面又多了一个i 这个 笔物啊 没办法 来做一下这个词 讲个n词 后面我给大家讲三个单词点打扰 希望大家记住 bother 这个 interrupt 学过的 disturb 大家应该知道了 好吧 ok 然后我们继续的直接进入下一讲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讲的 简单 大家看这个字组有没有生词 没有生词 我们还是直接就给devil和stefan 嗯 哦 这是一个人讲的 好吧 我们刚才是写读的 刚才是 好 现在是stefan了 stefan读一下开始 the doctor has better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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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has better 其实我们来讲 在口语中这个the 听不出来 比如说啊 这个这里面是这样子 the doctor 就是说每音的时候doctor 就是说一下这个发音啊 然后呢 the doctor better see you the doctor better see you better see you 其实 其实 对地方是d也可以不读 所以说 the doctor better see you 最好得看一下你 最好得看一下你 i phone,dark to caller 所以这边是phone 是打电话的意思 如果你现在正在接电话 请同便告诉老师怎么说 正好是上一课说过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朋友们知不知道 假如说我正在接电话呢 来 这什么一句话 有人告诉老师们devil 你应该知道吧 跟他分享一下 I'm on the phone 是吧 I'm on the phone 你可以说I am on the phone I am on the phone 这个表示方式是OK的 比如说大家今天要学会 这个表示方式 on the phone表示的是 表示的是你在接电话的意思 接电话的意思 所以这个on the phone 一定要记住个词组 记住个词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说 I am answering 接电话我们可以说 answering a call 或者说 answering the call 所以你会发现answer the phone 或者是answer the call 都是可以的 所以接电话 接电话怎么说 answer the phone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 你说正在打电话 你说I'm on the phone 这都是OK的 下面还有就是 我们还可以教给大家次座 就是这个单词 answer可以使用动词take I'm taking the call now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上次我讲了一个句子 也是在二十四小时里面提到了 I have to take this 就是表面这个句子的意思 给人看起来是 我不得不去 好像是拿这个东西 拿这个东西 或者是买一下这个东西 是吧 记住在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指的是 take the phone 就是我也去接那个电话的意思 所以另外很重要 it's urgent 对吧 I have to take this it's urgent I have to take it I have to take it 这边没有问题吧 可能能把单词 urgent给我写出来吗 看下我写下我听听 urgent OK it's urgent it's a top priority I have to take this I have to take it 这就表示的是 你此时子会打接电话 所以下一次 你给你朋友讲话的时候 一个电话来了 然后你说 excuse me I have to take this excuse me 因为这个是表示 你不要跟他说话了 I have to take this 如果是比较熟悉的人之间 就不用说excuse me 直接说I have to take this 因为我觉得对方都是通行答应的 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用法呢 大家也必须要掌握 记住 它的场景是很重要的 对吧 好 这个短语交给大家 希望大家记住 我刚才创始的这个场景 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生词 注意在这份 使用一个动词哦 好 大家看这个句子有没有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就直接去给Divor吧 Divor然后讲完之后 跟我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 这个这个语法 好不好 The doctor says Let it turn at once 那后面读的是什么 我也听不懂 再来一次 The doctor says Let it will turn at once At once 就是我们说的一次 立刻的一次 这个句子是一个什么重句来着 这是定义重句啊 好 现在后面也是一个宾语重句 对吧 当为为动词 一个动词之后 有一个连词连的句子 就是一个宾语重句 这毫无疑问的 不管有没有这个连词 它都是一个宾语重句 因为动词之后 它只能是宾语了 对吧 如果是一个句子 肯定是个笔语重句 下面来注意一下 这个有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有一次 你发现你上详老师的时候 这个老师他不会告诉你 老师不对啊 这个句子 为什么不是set 诶 同校面有没有通开 老师不对啊 这个地方 医生说应该是说过了呀 The doctor said that he would come and once 才对呀 就是后面改成 如果我们使用 过去试啊 后面也要变成过去试的 某一种形式 所以一般将来 就变成过去将来了 转述又怎么了 转述不经常 应该使用过去试吗 嗯 既然是说过的话 应该使用过去试啊 哎 有没有可能告诉老师 好吧 你们人来还挺齐的 每次他都来了 就是不够活跃啊 你不能说 你看我上到最后 我突然间发现 下一次我不再 不会再做六月的班了 我突然间觉得 六月自己买飞也太长了 应该要更快 我觉得 我现在终于理解 为什么 有的老师 我在网上看 想老师做的课程 一周上四五字课啊 每天都上 新就新一天休息 我觉得这整行快播了 好吧 最起码三个月就毕业了 多帅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法啊 再给大家再讲 再讲一遍 为什么 sad 为什么呢 不是sad 在用试中 有这么一个用法 如果一个人说过的话呢 我们应该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的是一般过去试 因为他说过的话 好 第二个 如果你是转述 一个人刚刚 讲过的一句话 就是啊 我现在写出中文出来 因为我怕你们不懂 因为一般老师就不知道了 就是如果你转述 某人不久前说的某句话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会使用一般 现在时来代替一般过去 但这个东西还有一句话 很多时候都没有讲过 后面写的是 尤其 好吧 说明你看了9块9 对吧 超值 因为说 尤其这个单词 怎么称之为 especially 这个单词 顺便就给大家 特别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当这个说话人 说的这个内容啊 在我们现在看来呢 还是如此 就是在他 在他说话的 就是他说话的内容 在在现在 咱们讲话的时候呢 他的情况依然没有变化 我们还用原文 以前给大家用了一个句子 他 我举个例子 他 他 你 secretary 什么时候一早就会有个秘书呢 好吧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解放自己呢 to free myself when ok I don't know but that day will come some day maybe 某个时间应该会来的吧 来我们看一下 he said he needs a secretary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说他需要一个秘书 你看 这个 这个句子如果 一般现在只表明意见 就是说 他是刚刚讲过这么一句话 所以后面呢 这个情况呢 现在依然是如此 什么意思呢 现在他还是需要这个秘书 如果他已经找到了秘书 你就不能说 he said he needs a secretary 你应该这么说 he said he needed a secretary 他说他刚才需要一个秘书 但现在秘书已经找到了 好同学们 我就会绕了一下 你有没有听懂 好智商的时候到 我突然间发现 我曾经就在那个语法课 我尽量讲 其实米科生应该很庆幸的是 他们语法应该是很强大的 因为语法其实它就是一套逻辑 所以数学好 语法应该会缝很好才对 真的 好吧 这个希望大家都绕来绕去 都绕懂了 是吧 我想看一下活人有几个 你们不都在线了吗 你们不能敲敲字吗 不要让我太失望好不好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我跟你们讲的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再不懂 我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我相信绝大部分同学 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这个logic 这种逻辑思维也没有问题的话 是吧 好吧 你们也可以给devil说上些话 devil非常的认真 每个周三都去上我的课 也是非常值得夸奖的 对吧 好 第二个是at once 是表示立即马上的意思 就等于什么呢 相当于immediately 对吧 right now right away 意思都一样 at once 不过呢 在英文中 once这个单词呢 大家记住 它其实指的是a time once是指一次的意思 就是one time 就是一次的意思 在英文中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示方式 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教过你们 就是once once and for all for all once and for all 也必须把and省略掉 这个and p省略 就one for all 什么意思 在后面呢 嗯 比喻总绩的内容 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 表示现在还如此的话 才是才可以 才会用一般 现在是代替 一般过去式 好 再跟我说一下 好不好 其实在这个句子可以使用 I was wondering 其实在请求的时候 一般它的语 语速 它的这个 都是比较于礼貌 它会使用 I was wondering 很奇怪的用法 它是一种委婉说法 好 你们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 就once and for all 有没有人突然知道了 嗯 不知道的意思啊 好吧 once就是一次 for all 搞定一切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A是老师 现在做 做大人的这种视频课程 虽然我前面很辛苦 但是我只要做once 然后呢 后面我就可以 永逸的 叫一劳永逸的意思 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一劳永逸的 对吧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指 有的时候一劳永逸 给人感觉就是 彻底的根除某一个 永绝后患 你也可以说once for all 虽然我现在只要做这么一次 但是实际上我后面就爽了 这样的意思 叫一劳永逸的意思 好吧 距离它成立的应用 赞出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对 一劳永逸的中文理解 因为它在场景应用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once for all 这个词组非常酷 希望大家记住 还有我们曾经说的 一个小词给大家 就讲解一下 once upon a time once upon a time 记住这个什么意思来着 once upon a time 一直指的 对对对对 就是层几何时的意思 它一直等于 我们之前说的什么 你说 long time ago 从以前是很相似的 就 以前有没有什么词 叫做once in a while 好像也差不多吧 就是表示层几何时 过去的某个时间 好 我再问一下stefan 不久前的某天 怎么说 stefan 不久前的某天 你们都不知道 我把第二本音写出来 the other day the other day 这个没有问题了 好的 我们来继续 看有没有什么生词 好 这里面只有一个单词 这个可能当然不认识是吧 不认识 呃 我们先找同学读一下吧 这是 刚才是谁读的 stefan 呃 刚才应该是stefan stefan开始吧 I'm sure that you need an x ray and the x ray 不是 你这个读的你没发现 你的em 这个em就没有了 I'm sure,这个I'm有一个m这个笔音,对不对,对不对 I'm sure that I'm sure that you need an x-ray and d 这种语调,你再读一次,我听听 I'm sure that you need an x-ray and d OK,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单词sure的用法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么几句话,大家还记得了吗 我讲过一个词读,叫be sure of 和be sure to do的一个区别 还记得了吗 这两个字都有什么区别呢 是个of comment一下可以讲 有人记得吗 anybody 有没有人还记得的 其实一小时一直也是在摸索 从最开始开班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九个月 中间做了一连期,最终证明九个月根本不可行 结果变成六个月,最后我觉得六个月的确比之前的九个月要好很多 但再次证明它依然不可行 真的 所以我现在发现英文的学习 特别是在网络里面,时间就得短 搞得很长,其实现在还不实际 坚持不住 刚才我讲这个词词,be sure of 和be sure 值的区别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he is sure of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每天都很忙 你们不觉得时间很少吗 每天的时间被几件事情弄的很快就没了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种感觉 但我现在回来之后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时间实在是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今天下午我也没干什么事情 我还说我不睡觉 结果我就做了一个课件 对吧,你给我走给美国的预述 我就一个视频在里面卖 所以我想好像真的是特别没有时间 继续看 he is sure to win the first prize 对啊,早上以前随便弄的都不早了 早上的时间真的是一会儿就没有了 我才打游戏 我对面还有个网吧 我都好久没有 我都没有去 其实我还很想去玩玩打打游戏 释放释放压力 是吧 然后有的时候我去打篮球的时候 我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压力释放的还不够 虽然我也觉得我大汗淋漓 但是我怎么感觉到就是 意忆 就是没有尽性的感觉 来,同学们看这两个句子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很多非常 有点难度的东西 这个其实还是你得知道的 来,我们看看这个例子的区别 第一个 是指 虚拟 这个人他自己有把握 他很确定自己能够赢得一等奖 大家听到我那个时候吗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觉得 自己有把握 自己确认 确定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自己的特点 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想了 又死记录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自己确定 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们知道吗 第二个是指 我们认为 旁观者 旁人认为 好吧 旁人认为他一定能够赢得第一名 朋友们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吧 只要跟你说透了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懂了吗 you got it tell me you got it come on 快点啊 告诉老师听懂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 中文的没有问题 你们对没有问题的吧 我们看有几个东西是活的好不好 simily michelle stephan devil 小语 这才几个人啊 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见到 好吧 好吧 貌似活的就这几个人 可以 好 我们这个 这个句子啊 首先还教给大家 就是赢得一顶奖 赢得这个怎么说 win the first prize 这个词子也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对于 be sure of be sure to do的用法 下一次再用的时候 不能够反教了 如果你自己有把问 I'm sure of doing something 如果你是旁观者认为 怎么怎么样 是 你要说 be sure to do something 你不要说 I'm sure to win 这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了 好 我们再看到原文中的单词 You need an x-ray 我想问一下大家 need这个单词到底是情态动词还是十一动词呢 这个need到底是情态动词还是十一动词呢 为什么不是情态动词呢 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你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是情态动词啊 need 不用提吧 我们可以用I need an x-ray 好 你们看这个 它为什么不是情态动词呢 你们能告诉老师吗 在我的预法里面 情态动词need就不可能长在一般乘数据里面 如果是一般乘数据它们的单词need都是一个十一动词 十一动自由男人用法 第一种是直接在need上面 这样损利是对 对吧 没有用法 搞定就行了 对吧 搞定就行了 好 其他的的话没有重点啊 下面时间我们来这个做一下听力吧 突然间我们发现上半年后我们加上升线课的吧 正好 我们慢两个时间和平在一起 好 下面时间我们再听一下听力 词词 应该是听起来没有难度了 2.5 好吧 先例我们在这边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具体的布置一下 关于考试的问题 考试的话 我们的课程的话 是在 我给大家讲个时间节点 好不好 时间节点是在 下面7号 7号的话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周的时间休息 就是我们 下一周 就是12号 14号 15号 咱们是不上课的 好吧 那一段时间我是不在 不在这个地方上课 所以我们是 那周的时间是休息 大家听到了没有 就是12号 14号 15号每周都不上课 三天不上课 这个下周一 那个后面那几天都不上课 然后从 相当于从19号 我们才开始上课 所以中间你们有一周的时间呢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预习 进行这个复习 瓦记那个复习 然后我们正式的考试时间是在 就是22号 就是我们下下周的星期五 那个时间 你们看一下电脑 那个时候不是有日历表的吗 那个时间我们做一个测试 我们测试没有呢 是截止到 明天的那一刻 明天是103和104吧 接着到你104课 好吧 大家可以把这段时间从64课开始到104课中间这个时间备位 我们到时候来测试 就是你们测试的是很重要的 所有参加的测试的同学 最终获得70分以上的同学 都会获得奖品 前三名更加有优惠的奖品 等着大家 好吧 有的时候给大家适量的物质激励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靠这种 这个婆婆心的这种劝 也是没用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先讲到这里 下面的时间我们也直接展现下一节课 我们稍微暂停听一首歌 然后结束